綠光劇團最近剛剛結束 在上海和北京的首度登陸演出 他們最近回臺灣演 人間條件三 四月底要演了 他們要恢復原本用臺語演出的版本 人間條件三取材自吳念珍 自己的生命經驗 他說他當學徒的時候 經常聽一個廣播節目 裡面會播放在都市打拼的小孩 跟爸媽之間寫給彼此的信 他想要重現當年的時代氛圍 以及在異鄉打拼的男人的情感 雖然講的是臺灣的故事 但是離鄉背景的情節 讓中國大陸的觀眾看了 也很有共鳴 綠光劇團重新扳演人間條件三 內容描寫三個從鄉下來臺北討生活 情同手足的年輕人 同時愛上在面店打工的女孩 各自做出犧牲跟選擇 因此走上不同道路的故事 主要的是在城鄉差距 就是在五六年代 在中南部那些年輕人到北部來打工 當學徒這件事情 吳念珍導演他就寫了這三個人 同時喜歡那個女孩子 中間發生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這件事情 那另外就是雖然是寫男人 但是你知道吳念珍導演 這很厲害的寫女人的心情 人間條件三其實被喜歡的是有原因的 就是城鄉差距 就是少年郎到北部來打拼 第二個就是男人之間的情意 還有女人的悲傷 小小的悲哀 被譽為國民戲劇的人間條件系列 二月首度在大陸用普通話演出 引發大陸觀眾高度的共鳴 讚賞吳念珍很會說故事 人間條件系列整個都不是講一個現代流行的東西 而是人在這個年代 這個時間地點裡面會發生的事情 人間條件都有它的基本的條件 人存在這個世界上應該有的東西 所以在這裡面我覺得人間條件會 之所以這麼受喜歡 愛戴 也是因為這樣子 它是一個時間洗練過之後留下來的東西 再次重演 劇團邀請了楊麗英跟吳蓬鳳加入 演出原本李美秀跟李永鋒的角色 團長羅北安說 角色的原型沒有改變 但因為詮釋方法因人而異 展現出了不一樣的風格 經過了這麼多年 在把在演同一個角色的時候 會把自己的成長的經歷 會帶到這個角色來 有好幾個moment在戲裡面 我都覺得 這個當初我沒有抓到的 現在好像有點感覺 那我們就在排隊裡面 去想辦法去抓到這些感覺 那能夠把它深化 常有人問我說 你那時候演和現在演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牌子都沒有變 但是吳蓬鳳導演 他導演的心情變了 我們演員的心情和經歷也都變了 所以我覺得那是比較可貴的 《人間條件3》帶領觀眾重回50年代 用藤錫的心去了解當時的人是怎樣活過來的 那不是那不是那?